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他们的潜力如何估算 未来发展的极限高度又在哪 年轻选手模板能力值 就让专家告诉你知道 我要讲杨兴志 杨兴志的经历呢 高中的时候打过男生的名校 所以在学校里面帮忙拿到冠军 表现得非常的理想 他当然打过台师大 在学生的经历里面非常非常完整 而且在学生时代里面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名球员 在去年的比赛里面 其实也打过琼师杯 在琼师杯里面 即便面对的对象是外籍的球队 看起来他毫无畏惧 在禁区里面的得分 或是在篮板上面的增强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名球员 那来到了富邦这支球队 去年其实上场时间还算是非常的多 那不过富邦今年 整个在战力补强的情况之下 新智呢自己也有一点点受伤 再加上位置排挤的情况之下 好像上场的时间 就没有像去年那么的多 不过他的实力仍然是存在的 中距离的跳投 或者是切入以后面包的攻击能力 原则上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在场上竞争力是十足 再加上打球非常强悍的性格 在进去里面往往对方没有办法 在他身上讨到任何的便宜 在篮板的掌握 甚至在进攻篮板的争抢上面来讲 在年轻的一辈 算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名球员 如果真的说他的天花板 或者需要学习的对象是谁 我认为简佳宏的一个打法 是他必须要去做到学习 简佳宏到了SBO以后 他的三分线能力开始开发 进攻的手法非常的全面 身体的厚实度 甚至于在禁区的地方 可以扛到洋将或对方高大的球员 新智的身高条件体重 看起来跟佳宏是非常的类似 如果有一天像佳宏一样 在三分线上的投射范围 跟稳定性增加 相信杨新智未来去争取国家的位置 其实是非常有机会的 杨新智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一名球员 如果真的要说有一些技巧去增加的话 原则上我认为只有一点点 大概就是面框的手法 现在已经非常的纯面 但是如果要打到国际赛的话 如果多一些step back 或其他的攻击方法 更加的全面 越多的招式 对于他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或为他的发展性来讲 只会做到更好的一个提升 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30场例行赛够不够看 SBO到目前为止 例行赛就是30场 我们的赛季大约四个多月 不管是对于业余联赛 或者是职业球赛来讲 四个月的赛季 季外长达将近八个月 30场的例行赛 对于一支球队的调整 羊将的融入 甚至于伤兵的重新恢复 它的确都太短了一点 但是14个赛季以来 SBO一直维持一个例行赛 30场这样的一个深度 以及这样的一个赛季 对于教练的执教 对于球员状况的调整 甚至对于羊将的融入 的确都会带来蛮大的影响 目前国际篮球的趋势方面 NBA的例行赛是82场 大陆CBA指南 它的例行赛将近50场 今年开打的日本指南B League 它的例行赛是要打60场 所以从国际的趋势来看 SBO每个赛季只打30场的比赛 它的场数 它的赛季 的确是稍微显短一点 我们每年的赛季是11月开打 大概达到隔年的3到4月左右 这4个半月的赛季 你可能面临球员的调整 伤兵的归队 甚至于更换洋将 我们看NBA的比赛节奏 经常球队需要花10到20场的比赛 来磨合团队 需要花20场到30场的比赛 来帮助新的权融入整个团队 所以SBO目前不管是职业化 或者是将来要不要职业化 其实30场例行赛 都是值得讨论 对于教练 对于球员 目前的体能负担 应该是他们最主要的考量 一个礼拜出赛 两到三场的分量 对于球员的体能 对于教练的训练 还有整个赛季的调整来说 势必也要重新做出调整 不过未来 SBO整体的发展 还是必须要从例行赛增加尝试 赛季拉长 才让我们给这些球员 更大的考验跟磨练 尤其是对于球队的经营 跟球团的调整 对球迷来讲 更好的比赛 更长的赛季 更激烈的竞争跟对抗性 这才是球迷最想要看到的进步 所以SBO目前30场例行赛 是绝对不够的 未来SBO或台湾篮球 要迈上职业化 我的建议是 我们的力行赛场次 必须要维持在50场左右 铁口时段 神机妙算 球运开讲 我们下次见